航空母舰作为各国海军部队的主力作战舰艇 也是多个国家争相研发的一款超级武器 根据记载全球最早的拥有航母的国家是日本 也就是熟知的凤翔号 虽然该航母的排水量仅有一万吨左右 但是却拉开了全球国家研发航母的序幕 此外呢 美国是全球首个研发出核动力航母的国家 并且也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拥有核动力航母数量最多的国家 麾下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 其中就包括最先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 而且无论是美国的尼米兹级还是福特级航母 排水量均在10万吨左右 并且均采用了核动力 意味着该航母真正实现了永久续航 此外呢近年来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也十分迅猛 麾下拥有两艘航母 虽然采用了常规动力排水量不足10万吨 但是真正的实力却不容小觑 而且有消息称 中国已经开始建造第三艘航母 未来或许会拥有第四艘 未来极有可能会击身核动力航母俱乐部 毕竟呢我国已经掌握了两款小型核反应堆 随着科技实力不断提升之后 拥有核动力航母也是迟早的事 对此呢近段时间前往俄罗斯进行采访的美国记者 却故意挑唆中俄关系 而且询问的问题还十分犀利 如果中国拥有四艘航母之后 俄罗斯是否会害怕 对此俄罗斯的回答也十分巧妙 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不错 而且双方互不侵犯 为何俄罗斯要害怕中国的航母呢 一个反问让美国记者压口无言 因此也能看出 俄罗斯的回答十分的巧妙 不仅阐述了中俄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展示了该国的气势 然而在外界看来 美国记者此举完全是图谋不轨 想要达到特殊目的 可惜最终被俄罗斯彻底识破 可是俄罗斯海军近年来的表现 却不尽人意 唯一的一艘航母开进船母之后 迟迟无法进行维修 而且在北约国家的围堵之下 让前者的经济也是一落千丈 为此只能选择研发新型核潜艇和护卫舰 帮助海军强行提升实力 幸运的是 俄罗斯在核潜艇和护卫舰研发领域 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尤其是喀山号核潜艇 能够搭载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这一打击能力可是连俄亥俄级都得退避三射 因此可以说 美国记者的小算盘被俄罗斯识破 甚至最终都无法回答该国提出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通过此次的报道 也间接反映出 中俄两国的关系 的确不是一般的好